对你做过这五件事的女人差不多要离开你了 当女人不再爱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存在就是多余 1.冷战一两个星期都不理你 感情中女人最怕的就是冷战 但如果她现在不在乎你了 那么她就会主动和你冷战 就算你们一两个星期不联系 她也不会主动找你 反而会在朋友圈里各种发动态 好像没有你她过得更潇洒 2.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几乎都在玩手机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心不在焉 一边玩手机一边和你说话 习惯了又哦嗯好来敷衍你 你说的话她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手机和其他人都比你重要 3.抱怨嫌弃你的所作所为 不管你做什么她都会抱怨 觉得你这不好那不好不如别人家的男人 言行中全是对你的嫌弃 和你说话也特别没有耐心 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4.总是说自己很忙 你要约她的事 她总是以忙为借口 说下次再约 然而她每一次都是下次 她根本就不想和你见面 也懒得和你约会 她说她很忙 其实就是在拒绝你 想要你失去的退出 5.我行我恕 不考虑你的感受 错事情完全依靠着自己的性质 几乎不考虑你的感受 她的生活也不需要你擦手 你的好意关心 在她眼中就是多管闲事 她不喜欢你在她身边 觉得你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不爱你的女人 犹如手中的流沙 握不住就羊了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